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 印尼英行单方面取消49架波音737 MAX 8订单 总价值60亿美元 跌宕起伏 脱欧大戏进入高潮 英国边走边看 欧盟欲据还迎 脱欧大戏要加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在罗马 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牢牢把握中意关系发展大方向 携手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 其他方面 据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国有航空公司印尼英行单方面 取消了49架波音737 MAX 8飞机订单 英行表示 可能将737 MAX 8飞机订单更改为波音的其他机型 这也是该飞机型号第一次被推定 印尼英行发言人表示 公司已向波音公司发函 要求取消订单 原因是乘客已经对该机型失去了信任 目前公司正在等待波音公司的回应 2014年 英行从波音公司订购了50架飞机 当时的总价值约49亿美元 但是按照现在的价值估算 这笔订单价值60亿元 目前 英行已接收了一架737 MAX 8 并且向波音公司支付了超过2600万美元 英行表示 不是想要用其他公司的飞机替代波音 而是用波音另一种机型替代 波音737 MAX 8客机 在投入使用以来 5个月内发生了两起致命空难 而且去年10月的施航空难 和今年3月的I航空难 有着高度相似的地方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称 截至今年1月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 未交付订单还有近5000架 彭博社称 包括肯尼亚 越南等国航空公司 此前都表示 有可能取消订单 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所有未交付订单遭到取消 波音损失 恐将超过5000亿美元 距离原定的3月29号截止日 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英国脱欧的连续距步入了新高潮 延迟脱欧的靴子尽管已经落下 但是欧盟附加条件的提出 却让英欧以及英国内部党派之间 围绕着脱欧的博弈 迎来了新的高潮时刻 看谁先让步 21号的春季欧盟峰会上 欧盟虽然同意英国延迟脱欧 但拒绝修改协议 同时把英方提出的延迟脱欧时长打折 在附加条件中提出两个日期 一是如果下周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 则延迟到5月22号 如没能通过 英国必须在4月12号之前 再做出新抉择 面对欧盟给出的这道选择题 克雷沙梅在22号 写给本国议会议员的信中表示 如果脱欧协议草案 在议会的第三次投票中获得通过 那么英国将于5月22号正式脱欧 如果没有得到足够议员们的支持 他可能不会把脱欧协议草案 带到议会进行第三次投票 并将在4月12号之前 向欧盟要求再一次延迟脱欧 4月12号和5月22号 欧盟附加条件中所设定的这两个日期 意在围绕欧洲议会选举布局 欧洲议会选举是5月23号举行 如果脱欧协议草案 顺利在英国议会通过 则没有英国参加的 欧洲议会选举照常举行 如果英国议会仍然否决 脱欧协议草案 4月12号则成为英国决定 是否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时间点 这意味着在硬施压的同时 欧盟对英国仍然有软挽留 另一方面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科 上周公开宣布 拒绝已被议会下院 两次否决的脱欧协议草案 在实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 第三次交付议会表决 有分析称 欧盟提出的有条件延迟 目的是逼迫那些立场 并不坚定的英国议会议员 最终回转新议 认可这个协议 从前两次英国议会的投票结果看 即便下周英国议会能解决程序性难题 最终付诸投票 能否通过依然是问号 无协议脱欧 有协议的延迟脱欧 无限期延迟乃至二次公投 目前看来都有可能 脱欧连续剧的大结局 恐怕要加息延长才能揭晓 今天为期三天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这届论坛的主题是 坚持扩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 今年的年会有哪些焦点 值得关注 马上来连线财经频道前方记者杨洁 杨洁好 你在论坛现场有哪些观察 来做个介绍 好的 静强 我刚才你的说话中间 已经提到了 今天的主题叫做 坚持扩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 所以我想从今天上午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开始入手 今天的东国发展高层论坛 是第二十节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它每一年的这个主题 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脉络 但是在过去十年中间的主题中 今天的主题是第一次没有中国 两个字 在今天上午的12场论坛中间 中外嘉宾的一些 发言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中国 不是说没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而是今年的论坛 更加强调国际化 更加强调合作共赢 实际上今天上午来的人非常多 不管是嘉宾还是记者 基本上在我站的这个位置 在半个小时之前还站不上人 为什么大家都来呢 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 上午我也采访了很多的嘉宾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开放 开放说了很多年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点上 开放已经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 就像一个小时之前在我右手边这个会议室 中裁办的副主任韩文秀说的 中国的扩大开放是一种更加知行合一的开放 中国不开空头支票 除了开放是共识 其实合作也是共识 合作是共识 但怎样合作可能就是挑战了 从今天上午论坛一开始 我们整个论坛的议题就直面问题和挑战 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 比如说不断扩大的这个社会不平等 都是今天上午的一些高评词 而今天上午的很多嘉宾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CEO 这个提姆库克就说 伙伴关系的关键是互信和开放 而开放是至关重要的 包括库克在内的很多中外嘉宾 都在感谢中国这样开放的门 在不断地坚持着开放 而且这是世界经济整体繁荣发展的一个基础 扩大开放是中国的坚持 而促进合作共赢 是更是世界的机遇 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静强 好的 谢谢杨洁的介绍 我们财经频道的相关节目 也会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有持续的关注 谢谢 来看其他方面 在公共场所闹事 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 还可能会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最近在韩国就发生了一起事件 但是引发关注的不仅是闹事者的行为 还有他的身份 这一场面发生在本月19号上午 当时这名男子在韩国金浦机场 准备乘坐前往日本大阪的客机 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现 他身上有酒器要求他稍坐等候再登机 男子情绪激动 向工作人员投掷废纸等杂物 甚至大打出手 随后 男子被其他工作人员和乘客制服 并移交警方接受调查 没想到 随着男子身份被查明 这起事件引发了更多关注 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士科20号发表声明 证实这名男子是厚生劳动省新京科长 武田康佑 称对于官员在海外引发纠纷仪式 深表遗憾和歉意 并宣布将他调职 武田康佑被韩国警方暂时拘留后释放 目前已返回日本 而事件发生当天 他曾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莫名其妙被警方拘留 说韩国是奇怪的国家 20号 他继续在社交媒体上说 自己当时没有喝醉 也没有打到对方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日韩关系原本就很紧张 武田的言行可能进一步对两国关系 带来负面影响 继续来关注伊拉克摩苏尔杜伦沉默事故 伊拉克内政部22号说 事故遇难者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0人 伊拉克总理阿布杜勒·麦赫迪 同一天宣布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期 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 萨阿德·马安发表声明说 此次伊拉克北部摩苏尔杜伦沉默事故中 多数遇难者为妇女和儿童 搜救行动仍在持续 还可能发现更多遇难者遗体 据报道 事故发生前 这艘杜伦正行驶在底格里斯河上 一名被救伤案的幸存者讲述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况 目前在抢救伤者搜寻失踪人员的同时 伊拉克官方也对此次事故展开调查 据伊拉克安全部门的消息 21号当天 杜伦上的5名工作人员已被逮捕 摩苏尔市民防部门说 该杜伦因超载而轻负 事故发生时 杜伦载有100多名乘客 而规定载客量不超过30人 再来关注肆虐非洲很多地方的 强热带气旋一带 14号夜间登陆莫桑比克的 强热带气旋一带 目前已经在莫桑比克 津巴布围 马拉围 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莫桑比克总理多罗萨里奥 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一带在莫桑比克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293人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展开 遇难人数可能将会超过1000人 莫桑比克索法拉省省会贝拉市 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贝拉也是莫桑比克的重要港口 强热带气旋一带登陆非洲南部 郑重贝拉 横扫了整个城市 造成城市 电力 供水 交通等 多个系统的瘫痪 欧洲航天局拍摄的卫星图片 显示了一带过后 贝拉市的洪灾面积 图中大片红色地区为洪水泛滥地区 面积之广令人触目惊心 据了解 贝拉市约90%的建筑被摧毁 有目击者称 目前洪水已经在贝拉市 形成了一片内海 吞没了许多村庄和农田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 贝拉市内的一个灾民安置中心 这里原本是一个中学 但是现在这里都是从灾区转移来的难民 而大部分都是从受灾最严重的 不齐地区转移来的 这里可以为他们提供临时的安置 其中包括食物 还有水 这个安置中心为灾民提供 必备的基础生活物品 干净的饮用水 一日三餐 还有保暖的毛毯和衣物 物资在赈灾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进行分配 朱塔是一名受灾群众 来到这里以后 他也协助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安置中心里还有一些与家人失散的灾民 他们也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搜寻家人的下落 期待团聚 澳大利亚北领地和西澳大利亚洲将在今明两天迎来两场热带气旋 特雷福和维罗尼卡 当地将会出现大风 强降雨等天气 北领地已经紧急疏散了至少2000名民众 西澳大利亚洲民众囤积生活用品 准备应对恶劣的天气 澳大利亚气象部门22号发布预警说 目前特雷福位于卡奔塔利亚湾中部地区 强度为三级并仍在加强 预计于23号在格鲁特岛至北领地与昆士兰州交界处一带登陆 登陆时将带来抢风 21号下午 距特雷福登陆地点最近的北领地 大约2000人被疏散 其中大部分人经由公路或搭乘军用运输机 前往地区首府达尔文市 其他不少居民前往凯瑟林市 此外 另一个热带气旋维罗尼卡 预计24号在西澳大利亚的卡拉萨至黑德兰港一带登陆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卡拉萨街上排起长长的车队等待加油 居民在房屋周围堆满沙带以抵御洪水侵袭 超市已被抢购一空 西澳大利亚卫生部门说 已部署工作人员并准备食品 药物等物资 同时为高危病人做应急预案 财经事件和他们相关 接下来来关注过去宇宙的一些热点人物和事件 控腔制报 新西兰总理将发控腔令 民众反应不一 怒法冲冠 美国会武制裁大棒 俄罗斯富豪财富缩水八成 怒告美国 潘多拉磨合 韩国娱乐圈丑闻牵出张子言的旧案 韩国总统要求数案并查 这些具体的故事 我们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带来的书里 来看一下本周的热点人物回顾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 新西兰枪击事件之后 新西兰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 其中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也是不得不直面枪支管控的问题 目前阿德恩表示 内阁在之前的18号就加强枪支管控 是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而有关的细节最时会在25号 也就是下周一公布 而对于收紧这个枪支的管控 民众的反应却呈现分歧化 那其中一部分的民众是积极响应 纷纷地上缴自驾的枪支 但另外一些人群对于政策收紧的力度 就有些担心了 那这部分人群包括农民和热爱打猎的人群 因此这部分人群就认为说 不应该禁止这个半自动武器的使用 这会伤害到农业社区和体育界人士 而政府应该禁止的是更危险的军用武器 那么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在2005年 2012年以及2017年 新西兰曾经三次的尝试修改枪支法 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那新西兰国会中的各大政党 在枪支团体游说和大选压力下是摇摆不定 提案是立了又撤 撤了又立 而这一次震惊全球的枪击案 能否移除一直以来妨碍 收紧枪支管控的绊脚石呢 我们也许很快就能够得到答案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位生活以及事业呢 都被纷纷打乱的罗斯富豪 奥列格·杰里·帕斯卡 由于美国此前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呢 使得他的净资产呢 是减少了超过75亿美元 缩水了超过八成 因此呢他一怒之下 近日呢是起诉了美国财政部 美国外国资产管理局 以及美国财长姆努钦 要求呢取消针对他个人的制裁 而他在其实我们CNBC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要求美国政府拿出证据 并表示呢 在没有公平审判的情况下 美国对其实施的制裁不可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12月份表示 俄罗斯经济呢已经是适应了制裁 并且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 但是从被制裁的个人上啊 除了超过这个80%的资产 打了水漂之外 也许呢 捷里帕斯卡的生活和视野 也需要找到新的路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近日被打开的一个潘多拉摩河 这就是呢 韩国娱乐圈近来的胜利夜店门丑闻 而其中涉及到的这个 信贿路话题啊 也将一桩成年的旧案呢 再次带到了人们的眼前 那么十年前 韩国女星张子言呢 在留下一份 有被逼向30多名这个企业 还有媒体高层提供性招待的名单之后呢 自杀身亡 那虽然案件呢 曾经轰动一时 但却被草草的结案 那同时随着最新的胜利夜店门丑案 是不断的发酵 那么韩国执政党认为 这些案件都涉及特权阶层和公权力勾结的腐败 因此呢 也是惊动了青马台 而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要求 数案并查 并且要求呢 警方和检方高层赌上性命 去彻查真相 事发以来呢 YG公司以及JYP公司等等 主要的娱乐上市公司的事实呢 是纷纷的跳水 比此前的高点重挫20%左右 并且呢也让入股这些娱乐公司的 韩国社保基金啊 也是损失高达数百亿韩元 那同时啊 面临着信任危机的 还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而FAA的新局长的上任 能否扭转这个信任危机呢 那这对于刚被提名 等待国会最终确认的 斯蒂芬·狄克森来说 即将面临的挑战啊 并不小 那么随着波音737 MAX事故的调查 外界对于FAA的安全性审查系统 质疑声啊 是四起 而目前美国交通部和司法部等啊 都已经是介入了对FAA的调查 但有意思的一点是啊 狄克森起初呢 并不是特朗普最新疑的第一人选 那特朗普曾经的人选啊 是他的私人飞行员邓肯 而在波音737 MAX 失事引发争议之后啊 才做出这一决定 这让不少人猜测 这其中呢 任命的深意 有分析就认为 狄克森之前呢 是达美航空运营部门的 高级副总裁 而达美航空呢 是美国少数几家 不使用737 MAX系统的 大型航空公司之一 而该公司更加青睐 美国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 因此啊 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任命可能啊 是让FAA有避嫌的这个意图 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人物回顾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新农民 新农村 韩国大学生归乡务农 发展第六产业 打造新时代的农村经济 烦恼的商机 日本樱花烂漫 花坟绕人 多功能口罩很热销 第六产业的概念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由日本学者提出 是指将农业的发展 与第二第三产业相结合 多元化经营 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1加2加3等于6 1乘2乘3还等于6 因此也被称为第六产业 最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韩国大学生 选择归农生活 给韩国第六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走访了韩国泉州市 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负责人金先生 是一位选择归农生活 六年多的大学生 受条状速农咖啡的启发 金先生推出了方便冲泡的 便携式米粉 红豆粉 以及健康零食 早餐替代餐等加工产品 在原料选择上 他们只选用当地的有机大米 红豆 黑豆 燕麦等作物 则和农户直接签订种植合同 在保证了原材料品质的同时 也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增收 去年他们的销售额达到了 16亿韩元 元和人民币1000万元 产品种类扩大至50余种 还拿到了韩国第六产业的 资格认证 这座昆虫博物馆坐落于 离首尔约一个小时车程的黎州市 馆长金先生也是一位归农的大学生 归农初期他主要进行昆虫养殖 经过将近两年的调研和筹备后 他联合多家昆虫养殖农户 共同打造了这座 一年四季开放营业的昆虫博物馆 目前这里包括标本和养殖 在内的昆虫种类达2000多种 除了门票收入以外 还销售昆虫玩具 手工标本等周边产品 总销售额大幅增长 目前韩国年均归农人口 在12000人左右 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人口 占比约三成 他们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成为了发展智能农场 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农村经济 新增长点的主力 还有不少项目 获得国家第六产业认证人 近年起 韩国政府加大了 对青年人归农的支援力度 为他们提供经营补贴 并在贷款纳税等方面 给予优惠 以吸引人才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由于日本全国各地 都种植着大量的山树 每年从2月中旬到4月初 四处飞散的山树花粉 都困扰着很多敏感人群 在日本平均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人对花粉过敏 花粉症已经成为了 日本的国民病 花粉飞扬的季节 戴着口罩的行人 在街上随处可见 日本今年冬季气候持续干燥 降水量较少 气象厅预测 今年春季的花粉飞散量 将达到去年的2.7倍 为6年来最高 3月中旬 花粉飞散量达到最高值 目前已经有大量 让花粉症患者出现打喷嚏 头痛等不适症状 为了预防花粉过敏 口罩成为了这一时期 不少日本民众的外出标配 进入2月以来 日本全国各个商场 都设置了口罩销售专区 记者来到东京的一家百货店内 看到共有近50种 不同款式的口罩正在热销 单价从100日元到500日元不等 约合人民币6元到30元 例如这款3D口罩 采用了高弹力面料 按照人体面部曲线缝合而成 可以有效防止花粉 进入到口鼻之中 同时这款口罩 还有十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受到年轻消费者的侵略 在花粉季节 这家商场每天可售出 各式口罩约200个 整体销量达到了平时的近10倍 近年来在日本 具有保护皮肤 防止脱妆等附加效果的 多功能口罩陆续上市 尽管这些口罩的价格 比传统口罩高出不少 但仍然受到消费者青睐 据统计 目前日本平均每人每年 使用约40个口罩 仅家用口罩经济规模 就已经达到28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7亿元 较5年前上涨近两成 伴随着口罩商品的不断创新 及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加 日本的口罩市场 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松露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非常的苛刻 所以产量很稀少 价格也很昂贵 之前的研究表明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松露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消失 但是最近路透社的一则报道说 英国一个科学团队 正在尝试在英国扩大 松露的种植规模 保罗托马斯博士 一直致力于松露产量的研究 他发现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地中海气候 或将变得越来越干燥 所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传统的松露种植国 其产量和出口量正在下降 2071年至2100年 这些国家的松露产量可能会下降 百分之七十八至不再出产 几年前 托马斯博士的团队成功在英国苏格兰地区 种植了松露 他们还在周围的土壤中 添加了石灰矿物质 来降低土壤酸度 培育出适合松露生长的环境 虽然去年的收成不佳 但托马斯博士对种植松露的前景 充满信心 在英国也能种出松露 这让许多英国餐厅的大厨兴奋不已 不过专家表示 法国种植松露的面积达数十万公顷 每年种植四十万棵松露树 而英国目前缺乏土地和财政上的支持 松露种植规模还远远不够 因此产量要想赶上其他欧洲国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3月22号国际知名公众艺术家 卡伍斯的巨型冲气玩偶作品 伙伴来到香港维多利亚港 从3月22号到31号 他将在这里畅游十天 冲气玩偶伙伴是至今为止 全球最大型的沃兹艺术作品 全长37米 他以全新灰调躺沃姿态登场 伸展四只 虽然是个庞然大物 却轻盈地漂浮在水上 他从香港中西区海滨长廊出发 在维多利亚港 做为期十天的展出 供游客近距离欣赏 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 伙伴已经到访过韩国首尔 中国台北 香港是第三站 冲气玩偶伙伴是美国公共艺术家卡伍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作为时下潮流文化的热门产物 这只玩偶早已是全球各大时尚品牌合作的宠儿 而公共艺术与商业结合的事件绝非个例 此前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的大黄鸭 就是一次公共艺术营销的代表性成功案例 大黄鸭是由荷兰艺术家霍夫曼 以经典玉盆黄鸭仔为造型 创作的巨型橡皮鸭艺术品系列 自2007年第一只大黄鸭诞生以来 大黄鸭先后造访了13个国家的22个城市 所到之处都受到巨大关注 为当地的旅游及零售业带来了极大的商业效益 最近美国《动物星球》频道的工作人员 在拍摄探索海底世界的系列纪录片的时候 意外捕捉到了一头抹香精的觅食画面 来看一下 抹香精通常不会在如此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出没 所以拍摄到这样的画面实属罕见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头抹香精正在海水里悠闲地游动 泰然自若 仿佛一点也不介意自己被拍摄到 抹香精的个头比较大 额头为圆形且比较突出 它们的身长约为15米至18米 重量为35吨至45吨 这些抹香精的画面将成为 《动物星球》频道系列纪录片 追逐海洋巨人里的焦点之一 纪录片有望于2020年首映 据了解 这次拍摄属于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 海底2030项目 于2017年启动 预计耗资约30亿美元 将在2030年之前 汇指出整个海底地图 这一地图将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俄亥俄州一条公路 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 一名司机为了逃避警察的追逐 违规驾驶 与公交车相撞 造成三死六伤 警方最近公布了几段监控录像 还原了车祸发生时的惨烈一幕 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一辆公交车正常行驶在路上 不料一辆汽车违规行驶 横冲直闯 一头撞上了公交车 发生车祸的瞬间 公交车侧翻 汽车被撞飞 随即起火燃烧 从公交车内视角可见 汽车静止撞上了公交车的后门 车门等设施被撞坏 车内物品飞溅 乘客被甩出座位 事故发生后 警察随即赶到现场 据警方介绍 赵氏汽车上有三个人 都是不到二十的年轻人 当时警察发现 赵氏车辆登记正过期 试图将车拦下 没想到司机反而加速行驶 在十字路口闯红灯 酿成悲剧 汽车上的两名乘客 在车祸发生不久后死亡 司机被送往医院三天后 不治身亡 公交车上包括司机在内的六人受伤 已被送往医院医治 没有生命危险 2018年的7月份 吉尔吉斯斯坦一架 载有九名游客的军用直升机 在汉腾格里峰坠毁 当时机上一名游客 用运动相机 拍摄下了飞机坠毁的恐怖时刻 这段视频最近被媒体爆出 画面显示 飞机突然意外地下降 并且直冲地面 人们惊恐万分紧紧抓住彼此 坠落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疯狂的撞击 当时机上总共有九名游客 四人重伤送医 索性无人死亡 南非山地自行车赛激烈角逐 在南非当地时间3月22号 选手们进入了皇后赛段的比拼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欣赏一下精彩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